欢迎回到海峡拼经济 平潭是大陆最靠近台湾的地方 距离新竹不到130公里 有不少台商到平潭投资 包括了台湾的科技产业 像是IC也就是机体电路 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都陆续在平潭设厂投产 从设计一直到测试 封装销售已经在平潭串起产业链 究竟台商为什么选择平潭呢 带您跨海去看看 平潭的台商企业陆续复工 其中这间科技公司2月10号就已经开工 目前有41位员工上工 包括了3名台籍员工 我们有40几个员工 都陆续在2月8号 9号 10号陆续就回来 陈梦邦是台湾留美博士 创办的科技公司主营机体电路 也就是IC的设计测试封装 2015年在平潭成立 业绩连年成长 今年打算增资1000万人民币采购新的设备 并且将研发的团队人数扩大一倍 我们去年做4500万的营业额 我们预计今天要做大概8000万的营业额 平潭努力支援台气复工 为企业筹集口罩消毒水等防疫物资 也推出了多项政策 包括提供企业应对疫情资金周转 所需要的低利贷款 有这种低期贷款能够让我们 就是前面几个月 那让我们能够无缝衔接 那我相信说其实 这个疫情应该很快就会过了 除了资金设备 企业要恢复正常工作人员 及时上线也是关键 陈梦邦的员工为了复工 也是历经了波折 台干张耀元原本定了台北 到平潭的海峡号船票 但因为疫情海峡号停航了 我是2月9号走最末班的小三通 先到了金门 然后再坐船从泉州回来的 张耀元具有15年的机体电路测试经验 原本在竹科工作 但老东家在2018年关闭 在陈梦邦的邀请之下 张耀元来到平潭工作 设备我们是刚好卖给了整种 然后整种有这个人力需求 那我就想说过来看看 对 过来尝试一下 张耀元到平潭 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 也慢慢习惯了平潭的海岛生活 空闲的时候喜欢在海边走走 算还蛮习惯的吧 平潭这边让我觉得很 蛮安静 蛮舒服的 我其实到哪里都很轻松 跟在台湾没什么差别的 为了吸引机体电路科技 上下游企业来平潭投资 平潭推出了相关辅置政策 提供员工薪资补贴 场地办公室的租金补贴 税收减免还给企业研发的资金补贴 我们可以更放心的拼更多员工 把我们的研发团队扩大 而且我们可以研发更多产品 受益于大陆市场的海量需求 以及政策的大力扶植 营业额从2016年的980万人民币 提升到2019年的4800万人民币 而陈梦邦的下一个目标 是希望能够在大陆的股票交易所挂牌上市 我们希望说明年能够拼 比如说一亿五到两亿 我们希望说每年都能够翻倍的成长 陈梦邦在平潭创业成功 大学同学杨家琪也被吸引过来 2018年11月 杨家琪辞掉上海中心的高薪工作 来到平潭创业 我们想在这里跟他一起 把一些整个IC产业的 整个生态圈把它建立起来 正在大陆北京大学 攻读研究所课程的两位台湾年轻人 也跟随着杨家琪来到平潭工作 要在这里做一番事业 跟着老板一起来的 对 因为老板说 这边的几层电路 不错 因为学长他们都推荐过来 所以就来尝试一下 这里其实跟彰化差不多 平潭另外一家机体电路科技公司 也是有台商投资 许瑞峰过去长期在深圳发展 之所以把公司搬到平潭 是看到这里的机体电路产业配套 以及优惠政策 那我们是看到中人他们在这边 确实政府有很大的力度 在支持我们这个产业 许瑞峰的科技公司 主要从事机体电路的设计研发跟销售 以消费性电子为主 今年预期要扩大规模 台商机体电路企业相继成立 推动了平潭上下游产业配套 随着产线复工员工上线 一起持续做大 平潭机体电路产业的这一块大饼 平潭机体电路由于 手学不是按钮的 至于一块大线 这一块大线 污衍扩大型 我们可以做一块大线 看到了一个一块大线